那時候就是全部都沒有修剪的時候 樹形蠻壯觀的也蠻漂亮的 因為它那個力悠悠的 讓你感覺就很舒服啊 就感覺它是在對你微笑 你這公司要去開花吧 開花其實一定要去掉的 我也沒有辦法 我以為你能不能說什麼 我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 我們很擔心說它死掉 它如果還活著就不懂 最多就是臭病 鳳凰木因為鮮紅的花朵 在綠色羽狀副葉的襯托下 被稱為世上最色彩鮮艷的樹木之一 由於樹枝橫向開展而略下垂 在台灣很適合當遮蔭樹的角色 這張樹木跟四大廟 還有這裡這廟也比較涼 冬天的時候這裡比較涼 到暗晃這樣 覺得對稱真的是不錯 七花形很漂亮 鳳凰樹在六月大量開花 长汉残民并列是毕业的印象 在台中市南区的民意街里 就有这么一棵令居民欢喜的凤凰树 你也可以乘凉也可以在这边聊天 尤其夏天的时候 我们这边很热都三十几度 由于这口式给我们 感觉上就是不会那么热 然后大家是不是很舒服 因为因缘的关系我就来到庄天宫 庄天宫来的时候满地都是房间 因为树叶太多了 然后这边的关系我就来到庄天宫 庄天宫来的时候满地都是房间 因为树叶太多了 然后这边的人就说这棵树怎么样 造成这边的脏乱 我就从早上来到这里 差不多六点到七点 我就打扫这里的大街 打扫一段时间他们就不讲话了 黄慧美 阿梅姐 是凤凰墓对面庙宇的义工 虽然凤凰墓生长在荒废的四年 人土地上 但是阿梅姐对这棵老树 却再熟悉不过了 它很健康 一直一直一直长到 那个树叶都延伸到这边的屋顶 那个邻居就在反映说要跟它修剪 因为当时那个树叶都已经 已经缺到我们的树叶了 然后我就想说好 要跟里长讲 整个这个目前的空地 包括这个民营街这一部分 它的树叶都延伸到这周遭 整个都是它的覆盖面 守护凤凰墓 当地里长的父亲 都亲自来整理老树及树下的环境 利用中午没有休五岁的时间 都到差不多一点左右吃饱饭 就在这边工作到差不多四点多 就是会把这边的那个杂草杂树 包括那个凤凰木这棵老树 一些杂枝会帮它修剪 这棵很壮观很吸引人 而且它长的那个样子很别致了 就是这棵树有在这里 椒啊 有特殊的椒啊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人来拍摄 要它的生态 凤凰树所在的这块地 不仅是民意街上少有的空地 在台中市南区更是难得一见 2012年地主将地卖给建商 准备要盖房子 原建设公司它开发嘛 开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认识说 这些是有生命的 它如果记住的时候 是不太可笑 存在八十多年的凤凰树 和许多树一样 面临开发的威胁 都市越繁荣 老树的立足之地 似乎就越来越小 那当初本来的想法是说 铲除掉的话 那就要再运的话很方便 要不然如果移植的话 第一个怕移植 不知道会不会活下来 而且要移到哪里 放到哪里 地方民众和附近的里长 开始为老凤凰树 找保留的方法 眼看着建商就要进驻开发 老树被砍掉的可能性 越来越高 在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支持下 民意接的这颗老凤凰树 决定移植到附近的台中文化创意园区 也就是居民口中的台中救救场 逃顾了被砍伐的命运 老树是需要保护 而且是我们地方上的资产 而且移到文化园区又离得蛮近的 所以我们都是乐观其成 虽然老树终于可以移植 但是地方居民的忧心并没有解除 怕他会不会说移走了以后 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再长 会不会哭死啊 就是担心这个了 这个树要搬迁的时候 我们觉得最大的困难是 我们很担心说他死掉 万一是活不成 我们背后了很大的压力说 一个树要移植 如果说移到那边 如果说活不成的话 那也是压力很大